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今天要來解說講解的依然是這個KOF All-Star 今天是10月28號星期一 然後我看有開了一個新的活動萬聖節活動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是萬聖節的一些召喚格鬥家的活動 這邊已經有這四個了 AS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機率的資訊吧 OK 那這個抽起來看起來是 5% 10抽不一定會出一張 10抽就100抽是5張嘛 那10抽大概0.5張 那這些是他們出萬聖節系列出現的機率 然後戰鬥卡好像也有特殊的這個召喚卡 這些卡片還要再看一下吧 到那個圖鑑看看有沒有 應該是有啦 可以看一下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卡片 我還沒有仔細來看 不過沒關係那些網路上應該也有資料 看來這樣比較好 那我再看一下喔 像這些 抱歉 像這些活動大部分都是一個禮拜 什麼街頭大基站啦還有這個 屬性降臨 這個禮拜是綠色的吧 看起來是綠色對 綠色戰魂 打戰魂的 然後街頭大基站這邊也有換 這些基本這個四星的這個屬性卡也換了 對這個看起來是以一個七天為循環啦 OK那這些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再來看看 然後商城應該有賣新的禮包吧 我剛剛 剛剛進來的時候他就有推一些萬聖節的禮包 有沒有萬聖節禮包 看有沒有特價 因為我現在目前是無課嘛 所以我暫時沒有來研究這些東西 那昨天 昨天上一期我講到那個AP如何增加裡面 在咪咪商店裡面這邊可以 我有提到 10個紅寶石可以買這個200 我是必買的 那我那時候沒有說他多久更新 這邊有更新時間嗎 看起來是6個小時吧 我沒記錯我好像是6個小時會更新一次 也就是說一天會更新4次 4次的話這邊是800AP嘛 這個應該要來買一下 因為紅寶石雖然很重要但是我覺得AP 紅寶石會一直給啊 AP每天自動產生才721 如果你不吃不額外買的話 很多東西是刷不到的 好了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不是萬聖節 因為萬聖節我是進來之後剛好看到 那給還沒有玩的人或是還不知道這遊戲的人 看一下這樣 所以我昨天因為我們經常要 你如果抽了一些卡片你想要練這些卡片的時候你勢必要去打一些金幣還有經驗值的材料 膠囊什麼的 提升經驗值 那你就會漸漸的發現一件事情你的金幣非常的不夠用 不夠用那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嘛到那個 金幣副本去打 可是金幣副本他 除了這個 可以打3次之外這個只有 2萬4而已 這個每天3次嘛一次5萬嘛 然後這個是 每一次2萬4嘛 那這時候就有那個組隊 有的那個格鬥家組隊他們有那個特殊效果是可以增加金幣的 那有很多組合那目前 最簡單的組合就是 找那個 羅伯特 還有那個板旗白盒 我們看一下 這是羅伯特嘛 95羅伯特 95羅伯特應該有跟那個95板旗梁應該有那個羈絆才對 有那個連結 連結技能 然後這是板旗白盒嘛 那我這邊介紹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96羅伯特加97板旗白盒 還有97羅伯特加97板旗白盒 98羅伯特加98板旗白盒 很簡單你就是記969798 羅伯特和97 969798的 板旗白盒 可能剛剛有講錯有口誤沒關係 那因為他這個 這個KOLF OSTAR他沒有那個編堆系統 我覺得是 不太好不太方便 變成說一定要到戰鬥裡面 隨便點一個好了 譬如說金幣副本 這樣子好了 我這邊有組了一組 這個 羅伯特 96羅伯特和97的那個 白盒 你看這邊有通關 不好意思喔 就是他們這邊有那個暗戀嘛 暗戀的這個效果 他擺盒當那個打手的時候他有多了一個效果嘛 這邊 通關時所有隊員 獲得金幣增加12% 分之12 這是他們兩個的效果 這邊有一個這個連結嘛 這邊的話 不論你把羅伯特放在隊長 或是這兩個位置 他都會有 金幣12%的那個加成效果 而且最大的 而且在這邊的那個你可以直接放3組 如果你有9798的組合也可以放上去 那就瞬間變成36%啦 前提假設97和97的組合也是加12% 因為我沒有嘛 我看到有的資訊是講15%啦 但我不確定可能是12% 你放上3組 那這是那個格鬥架的組合 組合可以加金幣嘛 然後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用我們的戰鬥卡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戰鬥卡 戰鬥卡的話 這一組 他叫做四星卡 叫做那個偶爾的休假 這邊他有一個通關時獲得金幣 增加12.6% 這個只要給那個格鬥架裝備 不是打手 給那個 一樣是要上場的格鬥架裝備 也會獲得12%效果 但是我現在少一張 我昨天有試著去抽啦 我原本就兩張嘛 我想說我再抽一張 可是都沒抽到 很可惜 我就浪費了一些紅寶石 我這邊抽一抽 然後就順便想說 我想要抽一下9798羅伯特 然後也沒抽到 我這邊又浪費了 浪費了一兩次吧 那我乾脆把這個setup給他抽一抽 昨天還是那個95金和99k 那今天已經變成這兩隻了 然後這個自選券確實 我六次抽完之後 那個自選券確實是二選一 就是昨天是99k和95金嘛 那我沒有95金 所以我就直接換了95金 所以我的格鬥架現在是沒有 上一個禮拜的這個99金和那個 99k和那個95金 只是95金我沒有練啊 我只是先把等級吃滿而已 先把他吃到50級這樣子 他對長技就是這個 六星的話他會再加10% 這個藍色格鬥架的攻擊力 他會再多4%吧 OK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那個 金幣這邊 我打一次給大家看看 所以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組合是我 最簡單的組合是我把96組合 9798放上去 多了36% 可是我現在只有12%嘛 那我再把那個 剛剛那個休假 什麼偶爾的休假喔 我再把那個組合給那個格鬥架穿上去 他就再多12% 那假設這三隻同時都穿的話 就是又多了36% 就是又多了36% 那再加我們原本這個也是30幾% 大概是70幾%啦 你的金幣就會每一場都多70幾%的組合 那我們來打一場看看好了 這邊我就直接自動 因為那個打金幣是三隻都會上場嘛 所以他們的效果理論上三隻都有 所以金幣增加量目前可以到70幾% 我能想到的目前 當然以後還有一些特殊卡啊 像一些活動卡也可以再穿吧 也可以再用這樣 不是那種套裝卡也許是出那種屬性卡的錄定 對 所以你那個戰鬥卡除了套裝卡還有屬性卡 屬性卡可能也有加金幣 那個網路上都可以插得到 以後的活動可能會出現 那目前我們可以加到的理論值 我認為是70幾% 就你在刷金幣的時候會多70幾% 那是很多的喔 等於多刷了1.7場 每一次 你等於省下了0.7場的AP值 大家看這邊是5萬嘛 然後我們再點這邊 我多了6000 就是我現在目前只多6000啦 因為我只有一組嘛 那大家可以 也許你運氣很好你可能三組都有 那就立馬就多36% 假設9798也是多12% 因為我沒有所以我不知道 他到底加幾% 但是我看到的是12或15 這兩種 那因為我只有一組我只能說我這一組是12%沒問題 然後我也做了測試是說 三組都有 因為我不論是這樣擺 這樣擺也是有的 但是打手要擺過來啦 這樣才有啦 但是因為我只有一組嘛 那我leader一定是給那個 給那個啊 瘋疤疤疤疤打很快啊 他的那個buff是加60%攻擊力啊 OK那今天其實主要要講的就是這個金幣隊伍 還有金幣的戰鬥卡 那當你要刷金幣的時候 你要先把這幾個組合 如果有的話就把它弄出來 其實我也沒練啊 因為那個金幣打很快啊 我那個 我那個羅伯特和那個 96羅伯特和96百合我都沒練 我都只是 我都只是40等吧 對啊因為我沒練啊 我只是50等啊 這可能是我有加了一擊吧 升了一星吧 對 OK 那這一期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就是金幣隊伍 還有那個金幣戰鬥卡 然後還有一開始那個 萬聖節只是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也還沒有 仔細去研究那些 那些角色啊 萬聖節的角色啊 像這個 這邊有那個萬聖節的活動嗎 這邊也是打碎片啊 打戰魂啊 打到200就可以召喚了啊 如果你每天刷的話 不是每天刷 如果你一直刷一直刷 刷了一個禮拜 你看他會獲得這個戰魂嗎 然後戰魂就可以製作啊 這邊也有製作 這是這禮拜可以製作的 有這一隻還有這幾隻 我不知道上禮拜是不是這幾隻啊 因為上禮拜我還是 甘露坑嘛 我沒有看那麼多 戰魂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就是我要刷這些然後來 來把它叫出來塞 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沒有 很認真地來打戰魂 好像上禮拜是黑神貝是不是 黑神必還是什麼 忘記啊不是是那個誰 雅典娜 好像是雅典娜吧 我雅典娜只有玩一兩場而已 就來看一下而已 因為都還在專注別的地方 OK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好 那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